耶利米哀歌 耶利米哀歌是旧约中很独特的一卷书 包括五首诗歌 作者是一个亲眼目睹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摧毁 并在之后的流亡生活中幸存下来的人 还记得猎王记下24到25章记载的情节吗 耶路撒冷被毁 百姓被掳流亡 是当时以色列历史上最可怕的灾难 神曾把这块地应许给亚伯拉罕 神帮助大卫征战得胜 在耶路撒冷建都并立他的后裔为君王 神曾经在圣殿中与百姓同在 圣殿中有祭司轮班献祭和敬拜 然而五百年之后 这个地方却被巴比伦帝国围困了两年 并在公元前587年夏天被完全摧毁 耶路撒冷的一切都化为乌有 耶利米哀歌就是纪念以色列人在亡国之后遭受的痛苦和迷惘 在圣经中并非只有这卷书有哀歌的文体 在圣经诗篇中也有很多哀歌 甚至也有悲叹耶路撒冷命运的哀歌 在圣经中哀歌有很多作用 哀歌用来表达抗议 这是吸引所有人注意的一种方式 也包括要引起神的注意 是想告诉神在他的世界上发生着可怕的事 是不能被容忍的 哀歌可以表达我们的情感 在诗歌中 神的百姓面对罪和暴力带来的毁灭时 可以借此宣泄自己的愤怒和沮丧 哀歌可以表达我们内心的困惑 比如按照神的属性和他的应许 神怎么会允许我遭受这样的苦难呢 在圣经中这样的感受没有一次会被轻视 相反事实上当我们向神倾诉这些话时 正说明我们相信神会在乎我们 相信他会为此做些什么 因此哀歌对人类所受的苦难赋予了神圣的尊严 这些呈现在神的面前表达人类哀伤的语言 也成为神对自己的百姓所说的话的一部分 这五首诗的结构设计非常巧妙 每首诗都包含一段信息 一到四章被称为离合诗 也是字母诗 每节诗都以一个希伯来字母开始 希伯来文共有22个字母 这种非常有序和线性排列的结构 跟哀歌表达的痛苦茫然悲伤和困惑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好像是从A到Z 一步一步的讲述着以色列遭受的苦难 尝试着用清楚的语言来表达无法描述的痛苦 第一和第二章中 每个字母都引出一节经文 他们的结构相似 但主题内容完全不同 第一章描述了西安女子的悲哀和羞辱 诗歌把耶路撒冷成拟人话 比作一位刚丧偶的寡妇 名叫西安女子 她孤零零的坐着 失去了所爱的人满目苍疑 却没有人来安慰她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有力 接着西安女子开口 呼求主来看她的遭遇 通过这个画面 诗歌形象地表达出 耶路撒冷圣城的毁灭 给以色列人带来的心灵创伤 只能用失去心爱之人的葬礼来表达 第二章描写耶路撒冷的沦陷 指出这种结局 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犯罪引发了神的愤怒 愤怒是本章的关键词 在圣经中神的愤怒并不是出于本性反复无常的怒气 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圣经中的诗人和先知使用这个词 是为了说明神的公义 几百年来 以色列人不断地违背与神所立的约 他们崇拜偶像行不义的是欺压穷苦人 神并不轻易发怒 但对人类所行的恶 他的确会愤怒 最终神的义怒会以审判惩罚的方式出现 在耶路撒冷被攻陷的势力中 神容许巴比伦侵占了圣城 所以在第二章中 诗人承认神的愤怒是公义的 然而 这样的认识并不能让诗人脱离哀伤 他呼求神再次彰显怜悯 耶利米埃哥第三章改变了写作格式 每个字母后面引出三节经文 这让他成为五首诗歌中最长的一篇 这首诗写诗人是一个孤独的人 他用第一人称讲述自己遭受的苦难和哀伤 他倾诉出来的哀伤和痛苦 仿佛代表了所有以色列百姓的遭遇和经历 这一章中有很多经文 借用了约伯记中约伯的哀明 诗篇中重要的哀歌 甚至还借用了以赛亚书中记载的受苦仆人的经文 诗人把自己遭受的命运 看作是同胞百姓犯罪带来的结果 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公义 就像本书第二章所记载的 不可思议的是 有这样的认识之后 诗人却生出了极大的希望 他写出了本卷书 唯一充满盼望的经文 我们不致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他的怜悯永不止息 每天早晨都是新的 你的信实多么广大 我心里说 耶和华是我的业分 所以我必仰望他 如果神如此坚定的要责罚人的罪 那么他也必定会坚守于百姓所立的约 不会容许邪恶和罪任意而行 所以本卷书的作者在神的审判中 反而看到其中所蕴藏的盼望 书卷的第四章又回到了第一和第二章的写作格式 仍以字母结构来写实 具体而形象地描述了耶路撒冷这两年遭受的围困 诗人对比了圣城曾经的荣美和如今的惨不忍睹 曾经孩子们在大街上欢笑 如今他们却在乞讨要饭 曾经有钱人顿顿大鱼大肉 如今却躺在地上吃土 曾经皇室家族尽享荣华 如今却忍饥挨饿 灰头土脸 面目全非 诗歌的力量正是来自于这些鲜明的对比带来的震撼 他深刻地表达了以色列因咎由自取带来的深重苦难 第五章的结构很独特 打破了离合诗的格式 离合诗与字母诗的长度相同都是二十二行 这里却不再采取字母的排列顺序 好像诗人无法有序的排列诗句 心情再次陷入忧伤 内心也开始变得混乱 这首诗是一段长长的公开祷告文 祈求神的怜悯 以色列求神不要转眼不看他们的痛苦 也不要弃绝他们 诗中列出了一份长长的清单 详细列出那些因为耶路撒冷沦陷而遭受苦害的人 以色列求神不要忘记他们 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代表以色列百姓发出的哀声 为受苦的人发声 这也是我们信心之路上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卷书让人看到 在受苦中沉默并不是一种美德 神并没有让他的百姓回避自己的感受 相反 神希望百姓说出自己内心的抗争 表达真实的感受 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 在耶利米埃哥的结尾处 诗人表达了内心的矛盾 他承认神是永恒的王 但从以色列人所经历的悲惨遭遇中 他却感觉神好像失去了踪影 在最后一句经文中 作者留下了悬而未决的焦虑 除非你真的弃绝我们 因此诗人并没有草率地书写一个美好的大团圆结局 这跟我们经历的痛苦感受差不多 不过圣经的记载并没有在这里结束 只是这卷书让我们看到 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上 向神哀哭和祷告 在我们的信心历程中何等重要 这就是耶利米埃哥的经意 这就是耶利米埃哥的经历 这就是耶利米埃哥的经历 这就是耶利米埃哥的经历